文账 盐村文化遗址的冠于师傅 涂韬岗 它在2022年被国家文物局确定为 64点永久不能出境展览的文物 那你是一开始怎么想着 就来狗馆做解说员呀 是我妈妈让我来讲的 这一套解说词 你要多久能记住呀 解说词我大概是一个月两个月了 可多 可真一是以大口瓶底的缸 可以以半球状气盖做成脏锯 做了一些知识 比如说公元前几百年前 它那些文物都是 怎么整出来的怎么发现的 这些零不见 锻炼它的解说能力 另外增加它的记忆力 与人交往的一种能力 最终会能亏葬于英国问题 公元前680年 更多新闻资讯 请下载新金爆客户端 请下载新金爆客户端